快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虎 今天是五月六號 晚上本來是有一場國王跟夢獎家的比賽要轉播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延期了 所以就想說趁下午的時間出來打球 活動活動 那順便拍一個影片 因為很久沒有拍這種外景節目 或是說拿GoPro出來拍攝 大部分都在家裡自己拍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投籃失憶症 其實在過去不管我直播或是IG上面 都蠻多人問我中線投籃的問題 那當然我有去查了一下 他沒有說他有得投籃失憶症 可是他的確有說他在改變投籃知識這個過程當中 去影響到他現在的一些出手動作等等之類的 那我會想要聊這個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醫生 或者是說這方面的權威 可是應該有看我直播的人都知道 我之前有講過我自己是有得投籃失憶症的這個東西 對那大概是在高中的時候吧 其實那時候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有這個 算是學術的名詞或是專有名詞來定義這樣子的情況 我只記得因為我在小時候 我的投籃動作並不是特別的正確 就是我的投籃是兩隻手拿著球 然後會一起丟出去 然後左手就會干擾到球 你覺得現在用以前的姿勢頭也蠻正的 以前是多以前小學喔 小學啊 所以我會把球拿起來 然後我會兩隻手一起丟出去 那這其實 如果你有在打籃球你就知道 你如果投到中遠距離 甚至你從國小到國中變成大框以後 如果你的球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好的旋轉的話 其實投到遠距離的時候 它的命中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那時候我進到高中到機商的時候 那我的教練就希望我可以去修正我的投籃姿勢 對然後我就從原本的投籃姿勢去做一個修正 然後那時候修正的時候我就會練一個動作 就每天都練那個修正投籃姿勢的動作 去讓我可以只要用我的慣用手出手 另外一隻手不要干擾到球 拿上來然後這樣子出手 然後就一直重複 每天一直重複 這個動作 那我記得大概練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因為那時候還是在賽季期 然後就去打了一個友誼賽 然後在那個友誼賽的第一次我的外線出手 我印象很深刻 我是突然 感覺你不知道是球滑掉還是怎麼樣 就是你當下那個感覺是 跟你過去在打球的投籃動作是完全不一樣 那當下我沒有意識到我有這樣子的症狀 我只是想說可能是球滑掉 或者是說今天狀況不太好 那後來慢慢的在那場比賽我投了幾球以後 我發現我完全沒有辦法去控制球 這就有點像是我們在打籃球的時候 其實你投籃 你看到那個籃框你身體會自然反應的 大概需要用多少的力量去做出手 可以完成一次投籃 甚至就像平常我們在家裡拿衛生紙 丟到垃圾桶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會很自然而然知道大概要用多少的力量 那我就是缺乏了這個連結 所以會導致說 我看到可能我在三分線出手 但是我卻不知道我要用多少的力量 甚至到後面我的投籃姿勢是整個走樣 就有一點點像是 我每一次打球我的投籃姿勢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然後甚至我已經沒有辦法很自然而然的投籃 我在打球之前可能投籃之前 我都要去想一下我的姿勢是要怎麼樣 那那時候我不知道是投籃姿勢症 就我不知道有這個名詞 是後來我在看那個棒球大聯盟的時候 我就看到冒野無狼 他有換的那時候叫Yips這個學術名詞 然後叫投籃姿勢 那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我在打籃球的時候好像有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我就上網去查了 那確實 雖然說我沒有去檢查啦 不過從症狀方面來說 我覺得我是有投籃姿勢症 所以也可以跟大家來聊聊這個東西 就像前面提到的 像中線啊 還有之前的那個 齊勒倫的選秀狀言FALSE 然後台英的洋獎 就他們後面這兩個都是有確認 他們是有得投籃姿勢 那中線的話可能不一定 因為他沒有自己承認 也沒有去做檢查什麼 他只是說他在調整姿勢的過程當中 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我會想講講為什麼會遇到投籃姿勢 我覺得主要就是像我自己的話 本身是在修改投籃動作的過程當中 我又去打了比賽 所以變成說我還沒有把我原 新的投籃姿勢練文 那我又去改掉原本的投籃姿勢 變成有點似不像的那種概念 所以到後面得了投籃姿勢 我查了蠻多的資料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心理上的問題 有一些是受傷影響 有些是改姿勢等等 你有很多的可能性去得到投籃姿勢 然後我會想講講我自己的感覺吧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高中期間 大概高二的時候 就是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我後來還有繼續打球 就打到大概大一大二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就是有當過我的隊友 或跟我打過球的都知道 就是我的外線是一個蠻大的致命傷 就是沒有到特別的穩定 然後出手的落差可能差別蠻大 那這件事情其實那時候困擾我蠻久的 所以其實在當大家討論中線投籃姿勢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必須要先說 我蠻佩服他的 雖然說他不一定是有投籃姿勢症 可是我能體會那種你在改姿勢過程當中 然後改到已經變成有一點忘記 怎麼去投籃這件事情 其實你的心理壓力會非常大 特別是我那時候在打的球賽 可能是那種小比賽 學生聯賽等等之類的 他打的是職業聯賽 所以你看他還可以在職業聯賽當中 這個賽季當然命中率比較不理想 可是你看第一個賽季 他的外線命中率 中距離的命中率 還是可以達到一定的水平 甚至他有這個勇氣去做出手 我自己身為曾經有這樣子症狀的人 我就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像我在過去打球的時候 我得到的 得到投籃11勝的這段期間 我是不太敢在外圍做出手 甚至人家放我頭 我都不太會以投籃作為第一選擇 而中憲你看他在比賽當中 他也可以對自己保持很好的自信 我覺得這是真的蠻不容易的 而且我們在看七六的那個狀元 他改善這個投籃11勝的過程 也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你必須要下很多的功夫 而且還不確定能不能調整過來 甚至回到以前的水準 都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我其實會想要講的就是 在我們小時候打籃球的時候 我覺得這跟我們台灣籃球有點關係 就是小時候我們強調 可能你可以靠個人能力 你可以靠體能 你可以靠切入處理球 就可以打到高中甚至大學的層級 就大家沒有很focus在投籃這一塊 但中憲其實有說過一句話 我蠻認同的就是 如果努力練習就是射手 那大家都是射手 我覺得這句話大概也可以體會 所以像我跟他經歷過這種投籃問題的人的心聲 就是我們不是不努力練習 而是真的當你遇到這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並不是說光靠努力就可以解決 所以我覺得投籃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小朋友現在受到curry的影響 你國小生就會想要投那種low goal shot 但你的距離一拉長了 你的投籃知識一定會改變 那在改變的情況下 如果你一直打球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到可能國高中要再來調整 就很困難 這一段影片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我身為一個 我自己自認我得過投籃失憶症的人 甚至到現在我打球 我的投籃都是很不穩定的 對 那我也不會去特別的去練習或什麼 因為我現在也不是球員的身份 我打球的人都打好玩 可是我就想說 如果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真的是一個蠻難受的過程 所以也 算是跟大家分享一個病患的心聲嗎 可以這樣說啦 就是 我覺得 今天錄這一節目想跟大家聊聊 投籃失憶症 然後順便可能帶到中線的問題 甚至帶到 其他 呃 有類似情況的球員他們身上 就是 我覺得這真的不容易啦 那也希望大家打球 要好好練習投籃啦 不然 就是像我一樣 打球的時候都被人家放投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聊到這邊吧 幹你今天把全身都肥肉幹 哈哈 我剛剛 我剛剛問 跟我一起來打球的朋友 我說 因為我以前 就彈跳能力還不錯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我現在還抓不抓得到籃框 欸你說什麼 抓到啊幹 然後勒 摸網吧 你剛剛說我全身都什麼 全身都肥肉幹 哈哈 幹你全身都肥肉還好吧 還行啦 好啦 不然測試看看 你幫我拿我測試看看 摸不摸得到 我 欸 欸 要先講 等一下 先講 我這次試跳是沒有熱身喔 好 我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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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